粉絲大排長龍太陽再大也不怕 說什麼就是要跟龍貓合照 三公尺高的龍貓模型 站在他的旁邊 簡直就像在電影裡 日本動畫裡的龍貓 趁著雨傘在站牌旁等公車 卡哇伊的模樣 讓很多人成了龍貓名 一模一樣的場景 現在就出現在台中 回到很小時候的 那個龍貓的卡通的那個感覺 就很可愛 滿可愛的 站牌是用平底鍋做成的 再用三角錐做成龍貓的雙耳 廢棄板材挖孔當貓眼 原來是一位室內裝修行的老闆 用回收材料 將自家廢棄廠房的大門 花兩個月大便身 剛好這個景跟我小時候看的 卡通很雷同 就利用空檔時間把它組裝起來 這個龍貓車站 雖然只能欣賞或拍照 不能真的搭公車 不過和他一樣萌的公車站 在台中市還有這三站 有大長包小長 也有瓢蟲站 還有幸福公車站 一樣很吸睛 可以當景點吧 那個可以介紹的朋友 對啊 發揮創意讓車站變萌變有趣 也能吸引大批民眾來朝聖 健身廣熱臺中採訪報導